我们待会的话如果要抓网路资料 我们第一个会需要用到叫做BeautifulSup4 后面加一个4 其实这个BS4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input进来 那怎么样input进来 方法很多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面我这里有讲 Pipe is done 应该还记得怎么安装吧 安装的方法有几个 第一个如果说 当然我前面教各位的是你先到哪里 先到你的python的374 里面找到script 有没有 这个路纪 然后按下怎么按下cmd 让它跳出来 然后你直接怎么样 在这个script里面输入这一串 叫做Pipe install 什么BeautifulSup 它如果你怕打错了 你可以Ctrl-C 然后到这边的话直接Ctrl-V 或者我记得你按右键 好像它就会自动把你刚刚复制的东西 直接拿过来 然后你按Enter就可以了 这是方法一 然后如果方法二 其实Equilibus里面 它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 Windows 这边有个Pephonics里面有个 PiDiff Interpreter 我记得好像我们第一堂课有讲到 这个Interpreter 里面 其实我觉得它有个图形化工具 新的版本做得更好 叫做Manager WithType 意思是说你也可以从这边安装 我建议你们可以试试看 不过前提可能就是你的电脑环境不能太复杂 因为不能只装 还有装别的版本的Python 可能会造成错误 那你可能就要用我刚刚的第一个方法 那它怎么做 很简单 ManagerWithType 它这边install后面 你就把这个名称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拿个名称 Beautiful Super 4 Ctrl C 一下 前面就不用打了 然后呢 直接在我们刚刚的Manager的Pype 这个后面 直接把它贴上 然后按一下Run就可以了 如果你环境没有装一些的 因为我这个环境应该没有装过别人 那它就会呢 自己帮你怎么样 去网路上安装 Downloading 如果你看到Sercise for 那表示说应该是OK的 应该Download吧 Finish Sercise for Yola 成功了 有没有 那就不需要去打这一串东西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两个方法都OK 不过我现在蛮推荐各位Ko4 视觉化的方法 两个方法 那这个 当然如果你装过 这个如果你按Enter 它应该会跟你讲说 已经安装过了 你就两个方法 选其中一个就OK了 那装完之后的话 我就把它Close掉 那这边应该就会有一个Beautiful Super 4 它也会显示出来 然后把它Close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就来Run一下 那我模拟 假设说我要去抓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 我要怎么去抓到什么东西 我们如果今天 希望抓到这个网页里面 假如说 它假如有三个Haloo World 如果我要把这三个Haloo World 一二三 通通帮我抓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慢慢你们可以学习 其实在Beautiful Super 4 里面 最重要的就两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这个Fine 另外一个方法叫Fine底线O Fine跟FineO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说 如果你要找的东西 假如只有一个 比如说一个P的话 那你就用Fine就可以 可是如果不止一个P的话 你要把这里面所有的P 通通都捞回来的话 那你就用FineO就可以了 其实大概Fine跟FineO就很够用了 所以Beautiful Super 里面只要用两个方法 就足够你做一些简单的爬虫 其实跟那个 什么我们F物件 F等于Open Open Open不会有用三个方法 Read Realize Realize 有没有 这边的话 你只要记得 如果只要抓一个的话就Fine 多个的话呢 那就FineO OK 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第一步啊 我们一样 From BS 拨打托这个Beautiful Super 这个把它汇进来 拨打托它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 特别需要 第一个后面只要给两个参数就可以 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一个字串 也就是说呢 你给它一个字串 意思就是我要找的资料在这里 后面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用html.passer 不过这个名称是固定的 你就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固定的参数 你就用这个名称 其实它另外有一个参数名称叫lxml 不过那个方法 我是觉得到目前基本的爬虫 可以不需要用 没关系 它的好处是稍微比较快 可是我觉得实际上测没有快多少 但是你用lxml 那一个你还要额外安装一个套件 我觉得有点麻烦 算了 先用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把它先当成一个范本 有没有 先frombs import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用它把这个网页 将来这个是一个网页丢给它 然后用html.passer passer就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里面的东西 那于是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叫sp 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然后呢 我做什么 sp这个物件里面主要有两个方法 如果你要找一个的话 那就是用什么 用fine 如果要多个的话就fine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执行 我们先用fine好了 那fine的话 特别注意哦 它会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标签 element 里面的content 这是content 那这个content里面就点test的属性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执行的话 应该会列印出什么东西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执行 all就可以了 fine all 但是呢 因为fine all 这个标签呢 它因为不止一个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回来的话 它不止一个 那怎么办 那就会造成 它会回来的东西 就不是一个自创 而是有点像realize 回来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特别注意哦 点test 因为点test 只能针对哪一个的test 比如说我这边抓回来第一个的话 那我就是拿第一个 第一个零嘛 点test ok 我先把它delete掉好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全部抓 没有发现 它就帮我怎么样 把 那因为我没有点test的属性 所以它怎么样 连那个标签也帮我带回来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想说 老师可是我现在希望把它全部印出来的话 一二三通过印出来的话 那怎么做 很简单嘛 因为它回来的 会是一个 假设一般我习惯是吧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Find All 把它先读到 SP2好了 等于 就是这个串列名称叫SP2 先放在SP2里面 然后底下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换一个这样 换List好了 假设我们把它 加List1好了 把这个东西放在List1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底下就有了 把这个OK 然后呢 底下的话我可以 再用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把它全部怎么样 全部都把它print出去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比较特殊就后面一定要加个点test 因为如果没有加点test的话 它输出会变成这样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发现 一二三 一二三 如果说我只要里面的文字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 串列的后面 再加一个点 点test就可以了 OK 好 执行 这样就出来了 应该可以看 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你们也可以做其他练习 比如说你想 比如我 我想说 我不要 二 一跟二 我只要好了我的三的话 那要怎么抓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如果我只要 我要抓title的东西的话 怎么抓 title 特别最好 我先讲title 如果你要抓title很简单 你直接怎么样 就直接用刚刚讲过的方法 title的话直接print 如果你要print print那个title 你其实用sp 点什么呢 点find就可以 因为title里面标签会只有一个 那你就怎么样 里面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抓title这个标签 那找回来之后的话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hello这个字就好了 我不要那个标签 我先print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就出现了 有没有发现 那如果我只要里面的内容的话 很简单 做什么呢 加一个什么 点什么 点test就可以了 点test有点像 把它里面的content抓回来 有没有 好多我就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beautiful shape 主要就是透过标签名称 找到那个东西 把它抓回来 那他预设是会把那个标签一起带给你 如果你不要标签 你直接再加一个test就可以了 ok 最后的话 当然我刚刚讲 如果我只要这个3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用跑了 跑回圈了 我直接怎么 file out之后的话 直接给个中瓜胡 跟他讲说我要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 因为0开始 所以012 那就 后面加一个 点test就可以了 好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我那抓第三个 好这边应该直接print就可以了 因为我刚刚是直接丢到那个一个串列 好有没有 如果我只要抓第三个的话 实行 好了我的3就出现了 有没有发现 ok 所以哦 如果你只要抓哪一个 先把所有的都都抓回来 然后告诉他说 我要的是012 我要的是第二个 这个 把我抓回来哦 那点test的话就是不要 前后的标签在里面东西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其实哦 Beautiful Super 透过file跟file out 其实就非常足够你们来使用了 已经非常强大了 真的 就绰绰有余了 后面的话 我会再实际上带几个案例 让大家了解 反正你网页上看得到的 你就可以通通把它抓下来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云端百百的第二页 下面也有讲 也有 不过建议各位 最好呢 可以用理解的 最重要的哦 这个Beautiful Super 其实主要呢 就是利用两个方法 就很够用 一个是file file的话呢 是只有找一个的话 就file 如果你有多个一样的标签 那就file out 就很够用 试一下哦 绝对吧 那么的话 我们会有多好说 试试看